它的倾斜度很大 这又是它的特定的笔画 注意 写褚穗凉的字 必定要带有一种新书的味道 要不然的话 你会感觉 你会把它的字写得呆板 它是一个心机很活的人 很聪明很活跃的人 所以在它的字里面 就充满着一种动态感觉 所以为什么说 米妇在评欧阳寻于是难的时候 说欧阳寻的字 如刚刚生好病的病人 举止辛苦 说于是难的 如生三得道之事 好久没吃饭了 体态似疲 很疲乏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它们的所有笔画 都不敢稍加熟悉 所以没有深厚的功力 写它们的字 会感到很累很累 所以 储岁良就不同了 写储岁良的字 被人感觉有一种 轻车俗马 很流畅 很舒展 可以随意放松 这样 它的字里面 就会 具有一种动态 这是储岁良写字的一种动态感觉 所以 我还是一句话 假如我们搞创作 假如最后我们自己创作 储岁良是一个很好选的翻本 因为它的字深度 它的字就是靠写出来的 没有任何半点 好像刻意求精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选的翻本 我想大家介绍 这个三本字贴 是学习储岁良的最上好的翻本 在储岁良字贴的灵犀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储岁良的字 它的写法 流长 舒展 它的字型 鲜美 漂亮 容易掌握 是我们平时 学习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方法 因为它的字里边 我们叫凯而不正 它代形书 代流动 放松 不如欧阳雄 于是难 它们那么刻板 那么规范 所以假如我们用欧阳雄 于是难的字 作为一种模仿创作的话 就会感觉到很辛苦 很累 一种刻意的感觉 你逃脱不了 如果你的功力跟不上的话 你完全跟不上 做不出 没办法做 而且很拘谨 相反 写储岁良的字 就会感觉到一种松弛 一种流长 所以它应该是 我们学习中最好选择变化的一种翻本 我想大家介绍的这个三本字典 应该讲是学习储岁良的最好的翻本 也是我们今后能创作利用的最好的翻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